核武器的出现,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战争,因为当今世界现存的核武器,就足以摧毁地球无数遍,但是,在谋求制约对方使用核武器,而自己可以肆意使用的道路上,有的国家正在狂奔,譬如美国,而关于核战争的讨论,也在逐步走上台面,走向更高层次,这不得不引发世界的担忧。 据媒体报道,日前,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线举行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重申,只有俄罗斯遭遇到弹袭击后,才会使用核武器反击。 届时,俄罗斯人作为受害者,将是去忙天堂的烈士,侵略者死了就什么都没了,连忏悔的时间都没有,俄罗斯又战斗民族支撑,普京此言也有一定政治背景。 但无论如何,核武器从一个如此高层次的政治个体口中说出时,还是瞬间引发了世界关注。 事实上,美国同样没有闲着,甚至酝酿已久。 今年二月份,美国发布核派式审议报告,明确指出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,将更加以众核武器的倾向,并明确将进一步更新升级线流核武库,以应对俄罗斯、中国等各类威胁。 报告强调,美国及其盟友在预知的情况下,遭受常规武器核入侵的时候,国会克总统首先使用核武器攻击对方。 根据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数据,截止2017年,全世界共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,其中,俄国拥有7000枚牌第一,美国6800枚牌第二,法国300枚牌第三,中国270枚牌第四。 从数据上不难看出,仅美俄两国,就占据了世界上95%的核弹数量,而且几乎平分秋色。 分析普遍认为,俄罗斯在数量上占据优势,但美国的核武技术更先进,因此,真的谈及核战争,恐怕最有发言权的就是美俄两国了。 近日,因为美国要退出中岛条约,俄罗斯方面反应强烈,直言这是意图谋求单级霸权,并强调,不排除局势回应,局势非常紧张,有点一触即发的感觉。 那么,假如真的就核战争能力而言,美俄谁更胜一筹呢?又是谁会强硬到最后呢? 一句话,核战争没有赢家,客观而言,无论美俄有多么歇斯底里,都不会向对方扔去核武器的,甚至是常规战争。 美俄可能都不得不犹豫再三,也就是说,美俄之间,几乎不存在核战争的可能,但不可可见的是,这并不代表美俄在被逼到一定程度上时,不像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。 在这个问题上,恐怕最应该担忧的就是欧洲,因为北约东扩,欧洲被死死的交在了美俄之间。 进退为股,俄罗斯方面谈集核武器,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,根本原因就在于北约的对乌克兰的几率拉拢,这对于俄罗斯而言,属于不可接受,不能容忍的范畴。 同时,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,在设计核战争的问题上,究竟能不能为所欲为? 恐怕其还需要好好天亮,第一次世界大战,第二次世界大战,的因应尚未远离。 距禁不过七十多年,但人类似乎太容易忘记惨痛的教训,对来之不一的和平也不够珍惜。 美俄作为核大国,更应该管控好自己的言行,在设计核武器的问题上负好责任,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。 但如今看来,似乎要变偏了,因此,还是应该为与筹谋。 在极力劝阻美俄不要胡来的基础上,进一步增强自身的防护和反击能力,确保可能对手不敢妄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